可是呢這個事情 其實在這個PTT上面引發了非常大的討論 有網友就很天真 就問說那台灣的黑道這樣 那在中國呢 中國的黑道敢不敢殺共產黨 結果就網友很天真說 中國最大的黑道不就是共產黨嗎 對而且他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在中國很多的地方 根本就是黑幫白幫雙老大 也就是執政跟當黑道的都是同一個人 所以我們這邊跟各位講兩個故事 因為這兩個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講的是 在中國呢有一個叫引上張家 那麼引上張家是在哪裡呢 是在安徽布洋市引上這個地方 那個引上這個地方 你想說奇怪這個地方 其實以前古代的時候講到管仲暴舒壓 才會講到這個地方 但現在你講到引上這個地方 就會想到引上張家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家人從他們起家開始呢 根本黑道白道都是他們家來包 而且一傳承呢 他們家整個去年被掃黑的時候呢 抓了28個人 但這已經不是他們家第一次被掃 他們家20082009就少過一次了 但是你看 掃了整整11年 然後才起底到這麼多人 有沒有根除都還不知道呢 講到引上張家就要先介紹 引上張家一開始的這個創辦人 為什麼叫創辦人呢 因為是由他開始的 叫做張家順 那從張家順當初發家發跡的過程呢 就非常傳奇啦 你想當時他只是一個農民耶 而且是在共產黨那個時候 還在搞這個農民公社的時候 那個農民耶 那那時候他在種麥子 但在種麥子的過程裡面呢 他們當地的革命委員會的一位領導 經過了之後呢 看到張家順種的麥子 哎呦 種得不錯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張家順從此步步高升 為什麼呢 共產黨的特色嘛 以麥子種得不錯 我要拿來當做標杆 拿來做宣傳 在做大內宣的過程裡面 張家順就步步高升 一路呢 當到了引上這個地方的人大常委會的主任 但你以為只有張家順跟著步步高升嗎 當然沒有啊 他的全家 他的弟弟 他的兒子 弟弟的兒子 也都跟著高升嘛 而且更妙的是什麼呢 是你知道張家順 當時被提拔 還有這麼一段故事 他遇到了當時 中國國務院的一位副總理 那遇到的時候呢 這個國務院副總理想說 之前有人推薦過張家順 還幫他宣傳嘛 那宣傳的時候呢 這個副總理就問他說 欸 張家順你來說說 什麼叫做社會主義 那張家順就回答他說 這個想了想 他也沒念過書嘛 也沒上過學啊 張家順就回答他說 我認為社會主義 就是要讓老百姓 吃好 住好 穿好 玩好 最後加了一句 勞動好 哇 這句講完之後 副總理開心啊 哈哈大笑 然後呢 就決定說 好 這個張家順 我們就要提拔他 說得好啊 提拔他呢 你知道多誇張嗎 張家順自己步步高升 他的兒子呢 一個叫張志安的 也步步高升 他的弟弟叫張家旺 然後呢 他的兩個侄子 張志剛跟張志勇 也跟著步步高升 那幾個經典的例子呢 這個張志安在當時呢 中國的媒體形容說 他就是黑幫白幫一把抓 為什麼 他當到了布洋隱權的書記哦 結果你知道 他為了要做這個辦公室 辦公室更新 他搞了一個所謂的布洋白宮出來耶 你就想像台北市大安區辦公的地方 把你搞得跟白宮一樣 這像話嗎 而且在當時呢 他在當這個 我們講說布洋的前書記的時候 一年的預算也才折合台幣四億五千萬 他拿了一億五千萬的規模 去蓋了這個布洋白宮出來 天啊 三分之內錢拿去蓋這個哦 後來才發現 他們張家的特色都一樣 為什麼呢 他們當初取悅領導的過程 你知道張家順當年做了一件事 蓋了一個農民公園 看起來漂漂亮亮 哇還被列為說中國的這個綠建築裡面呢 貪生可以排名在前五百名的 結果這個一出來之後呢 上面的領導也覺得這宣傳有風嘛 那所以他們張家呢 又發現說蓋公園裡面可以幹嘛 上下起手收回扣啊 所以他們張家的特色是 從他爸爸一直到他兒子的時候呢 蓋廣場啦 蓋公園啦 蓋道路啦 這些都有回扣可以收 但尤其你覺得收回扣 然後就是他們家最大的生意嗎 當然不是你就錯了嘛 他們最大的生意是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引上這個地方 有天然資源 有煤有鐵 然後呢 你要來蓋房子做生意 這些都是有賺頭的 所以呢 你要礦坑 你要煤 你要鐵的開礦權對不對 對不起 那每年你就要繳我多少 比如說五百萬 六百萬這樣的人民幣的錢 繳給我是一種保護費的概念 第二個 在這個地方你要來蓋房子 對可以你可以蓋 但是你也要繳給我保護費 你才能蓋房子 但這都不是最誇張的 各位 你在台灣還沒有聽過 他們做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到最後呢 直接蓋了一個大佛像 然後來蓋廟 蓋廟的方式呢 這變成他們在小莊莊這個地方 蓋的家廟 但這個家廟也不只是家廟 他們讓大家一起來朝拜 那我尤其我請問你 收什麼錢 香油錢嘛 這個也要收香油錢 你歷任來到 歷任只要你要來到影上這邊當官 對不起這筆香油錢你就是要支出給人家 然後這整件事情 最高點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當時呢 這個張智安有一個下屬 而這下屬跟他的爸爸還是世交 叫李國福 結果呢 他李國福就檢舉說 你蓋的這個布洋白宮 占了人家的耕地嘛 而且你在過程裡面有違法的地方嘛 這個李國福呢 就往上申訴去檢舉他 那照理說你是正常的國家 法院就是調查辦理嘛 結果你知道當年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 張智安用自己的權利 把李國福給搞到牢裡面去 李國福在裡面遭到毆打 然後李國福的太太跟女婿 想說出開庭的時候 我們要去旁聽 不准 然後我們要聆聽整個聽訊過程 不准 然後不但不准 而且呢 他的太太跟他女婿呢 被張智安找人去毆打一頓 我請問你這算不算黑道行徑 當然是黑道行徑啊 然後打完一頓之後最後李國福呢 蠶死玉忠 而且蠶死玉忠之前 還被人家發現雙眼都瞎了 所以你想想看 他在玉忠一定受到了淋虐嘛 這就是張智安的手段啊 那麼這件事情呢 引發了中國社會呢 對他的注意 然後當時介入偵辦調查之後呢 才用相關的罪行判他死刑 但後面有沒有死 沒有啊 死管啊 所以這件事情連帶的影響 他的我們講說 他叔叔的兩個兒子張智剛跟張智勇呢 銷聲匿跡一段時間 但又齊你知道多誇張嗎 這個我們講說張家順等於兩個子子 張智剛跟張智勇 一個當交通局的副局長 一個當自然資源局開發局的副局長 兩個都包了 所以在房地產建材很多領域 基本上他們兩個也都做大嘛 然後呢 這整個一直收費的過程 到了前兩年的時候呢 共產黨才終於痛下重手要去辦他 但是在這個時間我問你 整整從2008到去年2020 這一段過程裡面 12年的時間啊各位 黑白兩道通吃了12年 引上這個地方的民眾吃了多少苦 各位可以想看看嘛 然後呢在中國習近平在兩會前 國家主席的身份 他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中國脫貧了嗎 是啊 在中國脫貧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故事非常的有趣 這故事說 安徽布洋這個地方的扶貧 是刷白牆 然後大家想說奇怪 為什麼你要刷白牆 然後呢整個刷白牆的過程 花了390萬人民幣 這折合台幣1000多萬喔 大家想說奇怪 刷白牆跟你脫貧有什麼關係 牆看起來是白色的 你建築物沒有變啊 你排水溝也沒有變啊 這樣就脫貧了嗎 可是照片拍起來挺美的啊 好像新房子啊 現在我們終於知道邏輯是什麼了 因為呢 這個張志安在這邊 當前書記的時候呢 他當書記的時候 你發現他蓋的小白宮的部分 就是白色的嘛 那他就是一個地標嘛 所以把這邊漆完之後 就算我不是小白宮 至少我是小白牆吧 看起來怎麼樣 跟貧好像可以擺脫一點點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故事就已經很離譜了 但各位這是最離譜的嗎 不是 在中國呢 另外一個故事叫孫小果 喔這故事更離譜 為什麼呢 他還能死後附身 那你想說什麼叫死後附身 我們告訴各位啊 這個叫孫小果的人呢 他是在什麼時候呢 他是在1992年的時候 當時發生跟他的其他的朋友輪姦啊 輪姦了一個少女 兩個少女 那輪姦完了之後 照理說這是應該要判刑的吧 結果呢他的父母一個是警察武警 然後另外一位是當地的公安局的副局長 他的繼父 兩個人的介入運作之下 他竟然可以逃過制裁耶 竟然不用關耶 那這件事呢 大家已經覺得這還有王法嗎 不還有更沒王法的 1997年的時候 他呢跟他的團伙八次犯案 涉及強姦猥褻婿婦女 然後呢一整個犯重案的情況之下 當時法院是判他死刑喔 1997年的時候 結果他的父母在運作之下 多妙啊 他的運作怎麼運作呢 第一個改他的年紀 把他年紀從19歲改到17歲 少了兩歲 有沒有18歲 刑期不一樣 第二個 當時他的父母呢 就是用別的方式 隱瞞了他的整個狀況 然後所以他逃過一死 逃過一死之後 更離譜的是什麼呢 他的父母後來呢 還圍造了一個專利申請書 這個專利發明專利呢 上面的發明人叫做孫小果 有功於國家 所以呢 將功抵過 他可以減刑 那減刑出來之後呢 他就變成是什麼呢 變成夜場的老大 然後更妙的是什麼呢 更妙的是他後來改名字叫李林城 然後經營了好幾家的酒吧 你想說這樣的一個犯罪過程 他竟然都不用死刑 然後呢 還可以經營酒吧 還可以換名字 結果後來呢 在2018年 也才兩年多前而已喔 他在發生一場鬥毆事件被逮捕 被逮捕了之後呢 當時逮捕他的公安單位 才想說 你不是被判過死刑 你不是要執行死刑 你怎麼還活著 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死而復生的事件嘛 然後後來呢 不但是他要繼續被執行死刑 然後他的母親跟他的繼父呢 一個被判20年 一個被判了19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下場呢 終於還是來到他應該還他的公道 但各位啊 你從1997年一路到2018年 我請問一下這中間幾年的時間 20年的時間 所以你看在中國要還人家正義 好困難啊 真的 他花了整整20年 才讓相關的加害者 得到他應該有的這個罪行 所以你看看這兩個例子 我請問一下 在共產黨治下 黑道的狀況跟台灣比起來 你覺得怎麼樣 黑幫白幫一起當老大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真可怕 因為你連你想深淵都無處可循 20年多了多少受害人啊 而且剛剛講的這個富陽線 他是中國的窮線 竟然蓋起了白宮 這什麼狀況